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9年9月12號星期四 今天要來整理咖啡機 資源回收廠的老闆娘福哥的 看看可以把它收理得好嗎? 可以在那裡泡咖啡子 目前初步測試是咖啡豆沒得到沒了 其他的功能應該都算正常 所以我先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水為這裡倒 我們要測試就是要倒RO的水 一般的水不行啊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啦 開關開開 先讓熱機一下 他如果熱機到差不多 他先排一些水出來 準備好我們現在先噴一下蒸汽看看 36秒 裡面還有稍微有咖啡豆啦 所以我們現在做咖啡的看看 像是就是可能沒來這裡出問題啦 所以他出來都水而已 他沒咖啡啦 像是出來的都水而已 都沒咖啡的色 所以他的咖啡豆在沒過程當中 可能有什麼問題 初步測試過他就是沒辦法沒咖啡豆 所以我們將來檢查 沒咖啡豆這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今天是2019年9月14號星期六 這邊還有一組要採起來清的 我早上初步檢視給大家看 他這裡面應該是沒判斷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洗一洗 這都要洗啦 所以我們現在最主要就是先把這裡 剪掉的東西先清去看看 初步應該找到原因 卡在這裡 有這麼多的都凍掉的 不然他在咖的時候 粉走不過 所以就沒辦法打開 我也要把摩托這個 我們稍微清一下 做一個簡單的方法 現在知道原因出在這裡 我們就是把這裡有沒有清清的 還要來試試看 他這個摩托器裡面 這整組可以這樣貼起來 所以貼起來 要我們這整組可以用水洗 那洗起來應該會比較乾淨 因為我們這是炸的 所以我們要夾一支新的牙刷 然後要把這裡清清的 整組你如果要用水洗 像這個裡面沒有油的可以 但是他這裡有油的 你可以整個用水洗 不然你就是在洗的時候 要一起注意一下 不要有油流在這裡 所以我這裡是安生都用牙刷 做清潔就可以了 還用一些水下去 做清就ok了 是說他這個用到這樣 就代表他這隻牙刷 很久沒用了 不然整個都結凍 整個頂鎖鎖 不然他沒辦法打 因為他這個 攪拌太多了 所以我沒穿 也是用高壓清洗 雞肉一穿 所以穿出來很乾淨 到新的差不多了 再來我們就是 按照原樣 再把它倒回去 再來試試看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個 有時候你倒起來 裡面太過封閉事宜了 所以你如果是放的 要讓他當水分蒸發 可能要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正進前 先把裡面的水分 都先把它吹乾淨 然後再把它倒進去 避免日後說有水分 在裡面 造成你在香 咖啡豆的時候 會掉的 水分的部分 我們盡量用好搭 這是調整 他的抹粉高度 應該是細緻的設計 所以我們這個再倒進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把這個 這塊要敲起來 那目前這樣子 這邊應該就ok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 再把這個 依照原先的樣子 我還要倒回去就可以了 冰馬達才有稍微發生生 所以我們要噴一些 油性刷做得更多用 這些是炸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反正一定聽起來了 所以我們其他 所有的配件 都先拿來洗一洗 這個 這邊我們這裡粗薄清好用 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弄回去 說實在 不是說太好清了 我說也是很用 嗯,OK 應該是在杯咖啡粉的吧 應該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這樣這個部位就OK了 啊,我們外出用清潔的部分一些酒精 切一切,這樣切一切 拿來前面,清乾淨一點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切一切應該就OK了 這就可以把它倒閉了 然後側邊水的部分是用RO的,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也好,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先倒閉了 那背面的部分,我們也是稍微清一下 背面的比較簡單啊,切一切就可以了 這樣子應該就OK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上面這部分 一樣啊,一樣化糊糊 因為這個都要盡量搭傷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搭藥再蒸 切一切都好用 切一切都好用 做法座,它還要做好 它裡面先不要人 它這個旁邊這裡都要先拆 它這裡拍到,拆好拆了 拆好拆了 把它裝回去 啊,我們這裡周圍的坑如果都有擠到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不可以再把它倒閉了 照原樣再把它裝回去 啊,我們這裡周圍的坑如果都有擠到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不可以再把它倒閉了 像這個一些膠墊都要記 正常可以切,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膠墊把它倒閉了 然後下去倒閉了 最後兩根螺絲 最後用開割的地方 再用酒精清一下 那這樣子這一台基本上 簡單的處理應該算完成 做下來就是等咖啡豆來 以後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完成我們清潔的工作 可以讓正常操作 今天是2019年9月16號星期一 回收廠老闆娘有給我一包這個 咖啡豆 所以我們現在讓熱機 待會來試看看可以泡 啊,他說這個泡頭前兩輪 是要浪費掉的 好像說要讓裡面走一顆是怎樣 熱機好了,咖啡豆在這裡倒了 應該這樣就夠了 啊,我們來試看看 看它會咖啡 有啊有啊,咖啡 咖啡的顏色出來了 給各位看一下 感覺顏色整個都有出來了 這樣我們再讓它走第二遍 第二次的顏色更深一點了 嗯,很香 那大概重複個 兩到三次吧 這是泡第三次的 有的那整個都出了咖啡的顏色 泡第三次的我們一樣把它淡掉 這樣第四杯我們就可以開始吃我們要捏了 那代表它的功能都正常了 這是老闆娘要捏的嘛 啊,所以我們現在精力好以後 我們要泡一顆給你妹 不過他說他這隻可能沒要老啦 因為畢竟我們在那做工作 可能使用的機率很低的啦 啊,你咖啡機說真的要每天用啦 你沒有每天用 他裡面很會 就是可能會壞掉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個咖啡豆可能會壞掉 所以你如果使用量少的人 像我這個比較少在泡咖啡的有沒有 這直接放在家裡 你只要清潔要做的 你就很辛苦了 你現在咖啡豆做好 就會落在這個茄子 所以我們這個茄子的東西 是固定要清的 今天是2019年 10月1號星期二 這隻整理料很久了 這陣子也是都有在泡咖啡 今天剛好附近有 要泡比較多量的福音 所以今天我們來分享這台的 泡咖啡的過程 很簡單,很開心 這有一個熱機的時間 但是它熱機的時間很快 所以我們先讓它熱機一下 待會熱機的過程當中 它會排出一些裡面的水 甚至是清洗管路的意思 這待會兒可以先把咖啡豆 它這個都很方便的一件事 很簡單 要加啤酒和泡咖啡 這樣而已 這現在就是在清洗管路 但清洗完就可以開始泡了 所以它的熱機的時間差不多 在那兩分鐘以內應該就都OK了 這樣就熱機OK了 準備好了 開始 然後你算的時候 它這裡可以算那個磨豆量 我現在都是用一顆 就是最少的量 它在抹刀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選擇 開始在泡的時候 你這裡可以選擇 你買的水的量 老闆娘要求 100ml就好了 所以我都用100ml 讓它泡 這樣泡出來就是咖啡的色 這一台的優點就是 它可以設定一定的量跟水量 就咖啡豆的量跟水量 所以蠻方便的 然後你泡完 你就是按一個按鍵 它就繼續泡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 這樣子就兩次了 第二次 這過程都重複的 我等泡好的時候 讓它分享給大家看 剛好 剛好 剛好要沒有水 順便加水一下 在這裡 這樣拿起來這樣加而已 你就水在這裡倒 要記得要用RO的 不然就是蒸餾水 最好是煮過的 加到差不多 所以它整個過程都很簡單 那這樣子 就泡好了 那這邊大概是 3到5天的量 一次大概100ml 我這罐差不多600ml 我都泡500ml 泡完的時候 可以先做清潔 這清潔也不用洗衣 基本上我們就是 把裡面的咖啡 渣 說可以拿來洗衣 可以拿來蒸火 看你還有什麼 好的方法 可以用你也可以分享 給我知道 基本上這種機子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你泡完的時候 直接把電源開起來就好 因為它開機 備機的時間很大 所以你不用說 整天開來 這好讓它standby都不用 這樣這邊整理的維修文章 應該是算真成功 這篇文章 我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或分享 謝謝